外来种蜥蜴沙士变色稀在嘉义和花莲地区迅速的繁殖蔓延 因为会吃掉台湾原生种蜥蜴的蛋 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态环境 不过最近几年在县府保龄科的积极移除下 沙士变色稀的繁殖情况之后 让原生种鹿野草稀有恢复原有栖息环境的情况 沙士变色稀在嘉义被民众发现之后 也逐渐往外蔓延入侵到花莲清新潭的四把稿地 花莲领馆处与县府保龄科合作之后 让沙士变色稀的繁殖数量有受到控制 保龄科长说沙士变色稀是强势物种 对原生种的侵害是相当大的 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它的踪迹是在嘉义县的一个水上巷 2006年的话在我们花莲的避孕庄 也发现了踪迹 那一直到了2008年的时候 就在我们背后这边 就是麒金潭 还有四八高地这个地方 我们也发现到踪迹 而且 而且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林务局已经开始特别重视这个入侵物种 那后续发现这租群呢 有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之后 那就委由林管处以及我们现在共同合作 去做遗嘱的工作 那其实在这遗嘱的工作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让我们很欣慰的一个事件 就是在这个2618就保安林地这边 其实之前也是我们遗嘱的一个地点 那现在在做遗嘱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人员呢 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生种的鹿野草稀 那虽然是讲鹿野 其实并不是说台东的鹿野这个地方的地名 而是这个日本人的一个鹿野市 说他发现的这个新的物种 那它是属于原生的原生种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同时有发现就是这个鹿野草稀的一个族群量 有逐渐来增多 这是让我们特别高兴的地方 由于沙士变色稀不易捕捉 都必须利用夜间行动缓慢的时候 才能够容易发现 华林县政府农业处保林科 就委托许多志工进行夜间移除作业 然后今年的方针比较不一样 就是主要是以夜间移除为主 只是说他晚上的活动量比较缓慢吗 他晚上就是睡觉休息这样 所以比较容易抓 嗯 那白天也是可以发现的 可以发现 之前有尝试白天抓 可是就是效率没有像晚上那么高 目前花莲基金坛观察区的沙士变色 习数量有减少的趋向 只能培训志工以晚间行动缓慢的时候来移除 动画大学研究调查发现 只要减缓割草就能有效利用漆地控制 减少沙士变色期的移动 以及政府保林科也希望民众一旦有发现 沙士变色期也能够协助移除 让原生种的陆叶草息能够有所恢复 记者林杰华理事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